新北首座机车练习场 方便民众练习 轻松考取驾照 近年来台湾机车造势率增高 因此交通部日前宣布将增加考试题目 并增设入考项目 最快今年7月实施 事实上台湾的入考方式相当简单 也不需要经过太困难的比试题目 就可以轻松取得驾照 但这也往往发生许多 但一考完试 离开监理站的当下便发生意外 在新北市永和 因此设立了首座机车练习场 为了民众更熟练入考过程 在练习场有着跟监理站一样的入考规格 但却没有压线会哔哔叫的机器 也没有监考官在现场看着 因此相较之下压力也比较小 更能掌握现场状况 文化一周 快快来去考驾照 报道